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自己不是搞科研的 但是发现你们的朋友里有这个高效率搞科研的 并且已经憋了一个大招 这个招特别有价值 但是你这个朋友呢对他的商业性一无所知 所以就等你把他骗出来一起创业了 这类的事情不是不会发生 是从概率上它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呢 第一种就是说如何选择创业项目 第一种我刚才讲的其实是个废话 就是说你手里刚好有一个革命性或颠覆性的技术或产品 这个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如果你真的撞上了这么一个 那就是祖宗积德了 正常情况下是不会有的 第二个是 你发现了一片来海 发现了一个市场需求的重大机会 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好的是吧 这个是比较好的创业项目 比如说你发现滴滴已经搞定了 中国人做出租车的城市族行 但是下了楼去兰州拉面馆 吃碗面的那几百米还没有人管 你也发现了这个 别人也发现了这个 但你没有想到 别人就想到了做了一个共享单车 于是这个东西就活起来了 是吧 所以这就是发现一片重大市场需求的这么一个机会 发现了一片来海 这个东西是创业的时候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是吧 如果你研究这些创业项目研究多了 你会非常深切的认同这样一点 就是说选择比努力重要的多 这个可能很多人不爱听 它不符合我们成长的时候 吸收的那种心灵鸡汤 是吧 就是说你只要努力呢 一定会有一个回报 或者说叫什么念念不忘必有回想之类的 这种价值观 这种心灵鸡汤 是我们从小到大一直在接受的 但是呢 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 你会发现选择 常常都是比努力重要的多的 其实不光是创业人的一生都是这样的 比如说你做商业选对了项目 比如做一个空气净化器 你拉十几个人辛苦一年 可能就能赚到几千万到一个亿 但是你选错了项目 比如说你弧度做手机 你拉着六七百个人辛苦了四五年 可能还在赔钱 就是这样的 所以选择很多时候真的比努力还要重要 比如说选老婆吧 你选对了老婆两口子 几十年高高兴兴的 什么事都没有 选错了老婆呢 对婚姻要做各种小心翼翼的经营 经营一个婚姻 维护一个婚姻 维持一个婚姻等等 你小心翼翼的做了这些事情 最后效果也不怎么样 所以选择呢 要比努力重要的多 这个尤其是到了商业领域里 一定要记得这个 当然了 选对了之后呢 肯定也是要努力执行出来的 单纯的点子 很多人一去朝这个选择这个方向 努力满脑子又都是那种小点子 是吧 单纯的点子是一文钱都不值的 无论你有一个自己觉得多牛逼 多绝妙的点子 如果你接触到的聪明人足够多 你就会发现别人也有差不多的想法了 而且常常比你想的还要早 所以单纯的点子是不值钱的 是吧 一旦想到了一个好的点子 马上就要把它执行出来 是吧 效率很重要 发现一片特别大的蓝海 需要聪明 需要敏锐的观察力 而多数人发现的这个所谓蓝海 其实是一银出来的假蓝海 伪需求是吧 这很容易理解 因为那么多的人都在创业 在全民创业 怎么可能留有大量被忽视的领域 等着你呢 这个是一个小概率时间 从概率上比较可能 比较务实一点的情况 是发现一片小的蓝海 在这个小的细分市场上 做出一个新的品类 做出一点成绩来 是吧 运气好的话 成绩也不会太小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白色家电 大家公认基本上已经没什么机会了 如果智能化这一轮 做出点什么 真正能帮助用户解决痛点的东西 还有一点机会 否则白色家电 整体上已经拆落定了 但是呢 有没有可能从里边 发现一个 新的需求 做出一个新的品类呢 这是有可能的 比如说牛奶老出事 买回来的成品豆浆呢 又质量太差 很难喝 于是有人呢 就花了大力气去弄出一个好用的豆浆机来 虽然这个豆浆机可能不需要你从零开始发明 但是你把传统上难用的笨重的 糟糕的复杂的那些豆浆机通过一个简单易用的 傻瓜式的改良型的一个好产品弄出来 然后营销上呢 对这个消费者连教育带引导 连哄带吓唬 因为牛奶不老出事吗 有一点 所以你通过这类的方式让百分之几的本来是消费牛奶的消费者 现在呢 改去喝家庭自制的豆浆 如果这个运作好了 也能弄出一个几十亿公司 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市值的公司来 中国就有这种现成的例子吗 当然试图引导消费者去追随你要做的那个新品类的时候 也要看看消费者可能被引导过去的基础条件是不是具备 比如说在中国喝豆浆本来就有群众基础 再加上牛奶出事 所以呢 你引导他们去喝豆浆 这个是成立的 但如果你去美国卖豆浆机 就要教育美国的消费者喝豆浆 这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可能 是吧 就算有可能可能需要你一辈子的时间 再比如说中医说的这个上火这个概念 在中国也是很有群众基础的 相信凉茶能去除上火也是有群众基础的 如果不具备这两个条件 怕上火和王老吉这样的广告 再烧几个亿打广告也是很难的 好这是第二种情况 也就是说发现一片南海 这是第二种情况 这个呢 在三种情况里也是属于比较好的 就第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革命颠覆 这对绝大多数人是可遇不可求的 第二种 大的南海呢 你可以认为在创业热潮的时期 可能机会也不多了 但是中不溜的小一点的南海 如果仔细去挖掘 是有可能找到的 是吧 如果找到这样的一个东西 第一个或第一批杀进去 尽快的弄出一个好产品 好企业 好品牌来 是有望弄出一个几十亿市值的公司的 是吧 大概是这样 第三种选择 也就是绝大多数平庸的人的选择 就是说某个行业在增长 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市场供给 但是供给不足 或者是可能供给不足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这个行业在增长 市面上也有了一些供应 但是这个供给是不足的 这种情况是绝大多数人创业所选择的 是最常见的 因为从选择项目的角度来讲 它是比较务实和难度相对低的 那相应的代价 就是你执行起来难度就是非常高的 实际上所有人都观察到某个行业还在增长 也观察到很多人才投入了这个行业 还观察到这个领域里已经出现了一两个隐隐的 有未来可能形成垄断的这种势头的公司 同时也观察到这个格局还没有完全才落定 又觉得就算才落定这个行业也足够大 很可能允许前四家甚至前五家都能活好 然后又觉得自己可能会比走在前面的 走在自己前面两三年的那些公司做得更好或更快 于是就投身进去了 这是绝大多数人选择创业项目的方式 如果投身都是这样一个领域呢 就不要指望能非常快速的成事 他的创业过程一定是一个疲劳的艰难的缓慢的过程 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如果对时间周期的预期严重误判 会走得格外辛苦 就是这样 所以呢 整体上我们要创业的话 就是第一革命颠覆不太现实 第二呢 找一个大的南海找不到 找一个小的南海 那就说明你在项目的选择上 如果没看走眼的话 项目的选择上是比较聪明的 比较有优势的 最惨的就是第三种 就是某个行业还在增长 你也没有发现什么南海 只是觉得这个行业的增长事都还没完 可能跟着能分一杯羹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这个是最困难的 还有比第三种更糟糕的就是第四种 第四种呢 是为了实现自己长久以来的一个梦想 比如从小想做一个像博朗电器这样的产品型企业 想做索尼这样的企业 想做苹果这样的企业 然后希望如果自己成为企业家 能够成为像博朗兄弟啊 圣天招夫啊 乔布斯这样的伟大的明星企业家 希望成为这样的人 长久以来怀有这样的梦想 所以于是有一天创业的时候呢 就靠着这个梦想的支撑 去选择了项目 往下走 一般说来 如果你的选择是单独由这种梦想构成 导致的选择 是刚才讲过的几种 创业项目的选择里最不可取的 特别是在一个没有颠覆 没有南海 并且已经挤满了各种公司 还包括很多巨头 这个行业已经不怎么增长了的情况下 还去做这样的选择 这是最糟糕的是吧 很多文青 不靠谱的文青创业都是这样的 比如说 不管在市面上有多少家 实木家具公司 也不管实木家具是不是好生意 也不管实木家具的实际需求有多大 也不管实木家具的成本有多高 利润和规模有多难做 全部通通不管 就是什么呢 老子就是要做心爱的实木家具 为什么呢 因为老子是一个不靠谱的文青 如果是这样的 就是所有的创业项目里最糟糕的选择 是吧 再比如说 你看 不管市面上有多少家手机公司 也不管手机行业的入门门槛有多高 更不管手机行业是否还在增长 也不管手机行业的利润有多微薄 不管手机行业的供应链有多复杂 和多重视 多看重规模 这些通通不管了 老子就是要做自己心爱的手机 从整体上 从统计上 从理性上 这种都是最不可取的创业项目选择 你可能有点天糊涂了 那为什么做手机 对吧 垂直科技如果不是为了下一代计算平台的长远规划 还有一些其他产品方面的原因 我们早就转型去做其他产品了 但是我们没有转型 并不是说 我们没有意识到 刚才说的那些弊端和困难 而是说 因为我们有我们的规划 所以即使是在那些困难都要面对的情况下 我们还是要继续做手机 只不过我们也启动了 同时做一些其他的东西 把一部分团队放在做手机上 或者说主力团队放在做手机上 其他项目也会陆续启动 所以总之呢 刚才提到的四种创业项目的选择方式里 最糟糕的就是那种 不管不顾现状 不考虑整体形式 不考虑成长性 不考虑整个行业的现状 就是想实现自己一个梦想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是严重不提倡的是吧 严重不提倡的 除非你是那个谁的儿子 有花不完的钱是吧 你跌于虚拟烧烧的几个 烧的几十个都没问题 否则正常人创业 是不应该用这种方式的是吧 好 以上就是今天创业课的内容 欢迎你写下听完之后的感想和留言 我们在留言区里一起交流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